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 我是马大姐 我最近上街就经常会故意留意一些 随处可见的有一些比较可惜的穿搭 或者是说错误穿搭 而这些所谓的错误穿搭呢 不要说我们是为了完善我们的身材 简直就是有一点适得其反 一不小心呢就容易显胖五金 所以咱们今天呢 就是展示六种夏日常见的错误穿搭 针对夏日咱们常用的一些单品 比如说T恤啊 短裤 给大家做一个排雷 并介绍几个穿搭的小技巧 帮助我们完善夏日 不知道他还没有注意到 特别是今年 大家似乎就是突然之间觉醒 特别喜欢穿袜子 以前我们那些男生啊 直男啊 穿凉鞋配袜子 是我们不能接受的穿搭 但是今年一看 嘿 好家伙 这马大姐都是袜子配凉鞋 袜子配玛丽真鞋 袜子配各种鞋 就感觉到了2024 我们的脚都莫名的变得有神秘感了 不过话说回来哈 我还是觉得就是尽管这是时尚 但是穿短裤穿短裙的时候 还是不穿袜子会显得腿更长更瘦 比例也会更好 我们在选择凉鞋或者是凉拖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上这种 V型的凉拖袋 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尖头的玛丽真鞋 它们是一个道理 就是用上一个几何的V型图案 那这种V型呢 它能为我们的腿形做一个向外延伸的视觉效果 这样就会让我们在视觉上看起来 腿显得更直更长又更瘦 那如果说大家就是喜欢时尚 我今年非要穿袜子 我的脚就是这么害羞 那袜子的材质和长度 这个时候就很重要 我们最好是选择那种 就是有弹力感的袜子 上面这个弹力不能太紧绷 要做到和我们小腿线条的自然流畅 完美融合 我们最不推荐就是那种运动袜 或者是叫篮球袜 太考验我们小腿线条了 一不小心就做出了一个勒痕 穿着不舒服还显得胖 而且因为勒痕的出现呢 我们的小腿呢 也会纵向被分割 显暗显胖显奇怪 我经常看到就是变形的T恤 那对于T恤这种穿搭的消耗品 它是很容易变形 也很容易掉色染色 那如果一旦这种情况 大家就不要穿出来 把它们当睡衣穿 因为唇面材质很舒服 那T恤它一般是小圆领 它正好在我们面部的下面 所以它一点点变形 其实是带垮了我们整个面部的线条感 松垮变形的T恤 就容易让我们看起来拉里拉遢 还有就是T恤我们都知道 它一般都是套头的 那在我们穿和脱的时候 不小心就蹭到了我们面部的粉底 或者是口红 那大家想一下一个精美的妆容 下面配了一个松垮的T恤 或者是领口泛黄的T恤 一定就是不好看的 可以说是最灾难的穿搭 健身短裤 就看着就特别豪横 有种把大街道当成我们自己家健身房的那种阔气感 但是这种穿搭呢 也着实让人多少显得有一些尴尬 特别是我们大腿肌肉线条明显比较粗壮 或者是说有少许的坠肉 就算是摩托 我觉得它每走一步都不能保证大腿根这个肌肉会不会抖三抖 就更别说咱们普通人了 我们这一走这营养丰富的大腿坠肉还不得唱好几唱了 所以像这种好笑而又有点尴尬的穿搭也不是很推荐 那对于大腿粗壮呢 其实是有很多短裤可选的 比如说像这种就是属于一个A字发散的短裤 它是属于裤腿呢有这种翻边的设计 就很好看 这个翻边设计呢能够吸引视线 相同长度的裤子 A字发散的短裤穿起来会显得更苗条一些 而且呢像这种略显垂直的面条 可以帮助我们完美屏蔽我们同胯宽这样的充实感 真的就是对我们流行身材很好的福音 所以请大家也尝试一下 还有就是我们大腿本来就是越往上会越粗 这很正常 而显瘦呢其实就是把我们粗壮的地方给遮盖起来 让人以为我们大腿和小腿是同样系的 比如说这两张照片你看它加上短裤是不是就顺很多 而这个分接线呢就是我们自己的黄金分割线 让我们穿短裤最显瘦的地方 你看呢 就是跟我们的百慕大短裤有联系 我们都知道今年mio又掀起了一个百慕大短裤流行潮流 但是这个百慕大短裤的长度就是真的要好好把握 千万不能穿那种遮住膝盖的 虽然就是有些博主很敢于尝试 但是我们自己看的这些照片还是算了吧 千万不要跟风买回来 这种百慕大长裤不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谁穿谁先矮的六分裤吗 正好到我们小腿最尴尬的长度就是稍微有一点夸张的说 每次穿这种裤子我们的比例就会出现问题 一米八都能瞬间变成一米五 这个腰啊还是个低腰的话 那顺便就能缩到一米二五五身 显腿粗显腿短 真的是很错误的错误穿搭 而正确的百慕大呢是应该选择那种长度露出我们膝盖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膝盖啊 就是跟我们的手肘我们的手臂是一样的 这个骨头的地方啊是最细的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种骨关节最细的地方露出来 才能会显瘦 我们都知道夏天呢常用的单品 无非就是这种T恤 而T恤呢简直就是咱们夏季的灵魂 但是有没有发现这个T恤很容易看到一种错误穿搭 就是穿上之后立刻变成五五身 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 五五身很容易让我们看起来很显大妈 而这个问题的关键呢其实就是这个T恤的长度 它绝对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太长的T恤呢很容易让我们看起来 上半身下半身就是一样的长 再配上一个宽松的小脚裤 远远看是不是这个线条很像麻袋 就特别容易显得大妈感 比如说我们的普通人就是超模 我觉得他都不敢轻易这么穿 所以这样穿是绝对不行的 然后我们来看这三张图 那中间呢是白色的基本款的T恤 搭配了一个长款的同色系的牛仔裤 露出了这个腰屑 我觉得身材比例呢显得非常的好 而且像白T恤啊这种干干净净 自带高级感 是一个不错的穿搭范例 但是如果我们觉得这样把T恤的底部呢 全部噎到裤子里面 多少有一些拘束 不妨尝试一下右边的 就是用T恤露出一边的腰线 这样不经意间展现出我们的好身材 是那种看似漫不经心 其实全是设计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尝试最左边的穿法 因为你看这个T恤的长度啊 到胯部一看就是五五身 看起来穿搭很颓废 就是现在的T恤 它的讲究剪裁啊大多数都会为我们的用户 良好的考虑一下 所以正常版型的腰身呢 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一般呢都是选择在腰线部位 这种长度呢是属于最稳定的 既不需要过度的设计 也不会破坏我们身材的比例 所以无论我们之后搭配长裤短裤长裙 都能做到一个百搭的效果 对我们的身材的包容性也很大 还有一种T恤呢 我不说你们也会问 就是oversize的T恤 没错 那这种T恤穿搭思路呢 就不能跟我们上面介绍的普通T恤一样了 因为oversize它本身呢 就是大 宽 随性 就是一种英雄不问 出处的洒脱 但是 这种不合身呢 它不像是个上衣 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它是一个上衣裙 所以对于oversize的态度呢 其实就是要保持下半身的轻薄感 空气感 以及它的透气感 说白了就是露腿 露不了腿呢 也尽量的展露一下腿型 完全遮住我们臀部这种oversize长款的T恤 是最不容易出错的 比如说我们搭配一些自行车短裤啊 搭配牛仔短裤啊 都是不错的 就是夏季我们也会经常看到的一种穿搭 这个穿搭反而觉得鞋子很委屈 就是这种短裙 然后配上略显粗壮的运动型小腿 配上轻薄的鞋子 那我们的小腿看着 大腿是一样粗的 其实这么健康的腿型 在搭配短裤或短裙的时候 是比较吃亏的 因为它会露出的这个粗壮的小腿 给人一种壮壮的感觉 好像就是下盘特别稳 像个大力士一样 所以这种腿型呢 更应该穿长裤 或者是这种轻薄的人鱼裤 或者是裤腿发散的裤子 它绝对是我们肌肉型小腿的旧型 但是如果我们是这种肌肉型小腿 我们很想露腿 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 搭配一个今年很流行的雨靴 没错 时尚就是这么不讲道理 但是搭配起来却莫名的合理好看 搭配雨靴短裙或者是短裤 它能够遮住我们这种壮壮的小腿 感觉视觉上呢 就是延伸腿型 给人一种小腿很细很瘦的假象 但是不得不说大夏天 搭配雨靴 也确实是一个很有味道的穿搭 我自己我觉得我应该是承受不来 不过话说回来 就有很多情况 有些写字楼的冷气 也是给的相当足 别说是穿雨靴了 就是你在写字楼里面穿毛衣 都不觉得热 那既然如此呢 这种夏日搭配雨靴的文化 我觉得大家可以自行斟酌 不妨呢 就做一个时尚的小方案 好了 以上呢就是今天错误穿搭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希望对大家有小帮助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今天这类错误穿搭的视频 大家感兴趣的话 或者是大家有一切小小的建议啊 都千万不要犹豫 可以留言告诉我 一定会好好仔细的去阅读大家给我的留言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下个视频不见不散咯 拜拜